哈喽大家好,我是坎西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的性教育 因为德国的性教育它的这个进行的这个时间呢比较长 而且还比较的完善有经验 而且他们进行的时间比较早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有相关的一些对两性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吧 我刚去德国的时候呢是住住家 然后这个住家呢有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 当时我去的时候呢男孩是16岁 女孩呢是18岁 他们都有各自的男女朋友 他们每个礼拜五啊都会把自己的男女朋友带到自己家里面来过夜 父母是全程了解这个过程 而且他们都会跟父母一起吃晚餐 吃明天的早餐 然后呢去学校就这样子 父母全都知道 他们也会去对方家去过夜 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过程 我当时很惊讶我就想 16岁好像真的很早耶 父母就可以同意让他们去同居 他们不害怕吗 然后我就会去问他们 他们就说啊 因为学校的这个都会有交 而且我们也会跟他们讲一些比较必备的一些支持 然后呢在确保他们都了解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事情 是很安全 而且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后来我想想也对 如果大家都很了解的话 很熟悉的话 那确实未必不可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如果说父母知道你这个情况的话 会有一些好处 就是第一个 父母有监督权 他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在跟随谈恋爱 然后呢 自己的儿子也不需要去隐藏 去隐瞒 他知道你们是怎么进行的 然后还挺好的 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其实如果说这父母禁止的话呢 这其实会影响到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孩子还是比较叛逆的 如果说父母同意的话呢 就孩子会觉得你很信任他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 第三个呢 就是说 父母可以就是省了很多钱给孩子 如果说你 因为你们真的想做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父母不允许的话 你只能去哪里做 只能去外面做 这样子呢 可以省一些开房的费用 对吧 然后第四个呢 可以一定程度上培养男孩和女孩的一些 基本的法律和一些该进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觉得这个也是不错 我虽然不赞成 但是说 这个行为呢 确实有一些好处的 如果是在父母的监督下进行的 那德国的这个性教育呢 还是挺完善的 他们不光会讲身体方面的变化 因为我感觉中国 德国的性教育侧重点在身体方面的一些变化 以及一些怀孕 去避孕 那德国呢 其实讲更加多一些 德国呢 除了会讲身体和避孕的知识之外呢 他还会讲幸福感和健康 就是说 如何在一个绝对健康的前提下 就是干净的一个环境 甚至就是说 如何培养双方的幸福感 就是最幸福的一个状态 最快乐的一个状态 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还会讲一些该进的一些法律和责任 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完善的 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很正常 很快乐的事情去做 而不是一个害羞的事情 不敢去面对 那德国呢 其实还对未成年人有一些保护了 那这些保护 我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在德国 如果你是未成年人 你要发生这个性关系的话 有一些就是规定 首先14岁以下 是不能发生任何性关系 如果发生性关系的话呢 父母是可以告对方那个人 那如果满14岁的话呢 父母就没有权利去干涉了 其实如果孩子他是就是说 想跟他的另一半去发生性关系 父母是无权干涉的 这边有几个条件 第一 14岁呢 只能跟3岁以内的人发生性关系 就是说14岁的话 你就只能跟17岁发生性关系 只要双方自愿就OK 好的 那这边还有个条件 就是说 如果你要超过3岁 但是小宇21岁的话 也就是说 你14岁想跟20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有些好几个条件 就是说不能存在存在 双方不能存在性依赖 不能是说什么 我给你钱啊 或者说我给你好处啊 或者说你是他的亲戚 还是怎么的 对啊 不能有这种依赖关系 好 那其次就是说 不能有性暴力啊 不能有这些交易 有暴力 这些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都是真心相爱的话呢 那也是可以的 好 14岁最多可以跟20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就这样子 好 如果超过20岁 也就是说21岁 或者说以上的话呢 那是不行的 嗯 满21岁和以上的话 最多只能跟16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就是这个起始点 必须也是16岁 好 如果双方都是18岁的话呢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的限制 法律是这么定义的 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 呃 这个事情 那 我感觉德国还是做的比较到位吧 因为德国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都是自己去体验那些工具 去体验那些 呃 知识 好 他们 有些道具可能男生才会需要用的 但是女生也会去学怎么去使用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能最大程度上的降低 这个怀孕的风险吧 我感觉 啊 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再 请勾点关注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